屋里玩够了姑娘 太好吃了高丁 带孩子们拆个快笔 原道而来的 没事弄个玩吧 快来啦 小朋友们拍拍菜 这边真好吃的 流这个乐的 菜菜是啥 小小粒 糖 包姜鱼 哎呀怎么都是糖都是甜的呢 这是一个天津的姐姐给我们发来的当地特产 特意叮嘱我们等到10月1回到姥姥家 然后给姥姥尝一尝 这是什么 天津大麻花 那边的特产麻花 哇两大盒呢 香香 你打开 这个还要吗 这个谁给太姥姥 哎呀他们干活呢 给你们先一个人尝一个 给 这么大 优来的专门让你尝一尝 天津大麻花 你老能咬动吗 能咬的牙子 脆的 你们想吃吗 不吃 哈哈哈哈 你们也不给了 我们吃过了 哈哈 我问你的话 都能玩的 能不给吗 你给整个优着了 优到我家那是 然后学医一定得拿回来给你尝一尝 天津的 我拉好圆里地没有我份 是你拉的吗 不是我拉你拉的 放俺家拉 咱俺家拉来的 不是车拉来的吗 跟俺家车拉来的 等你们玩人家不干活不埋的 我太兜了也不想埋的 太兜了也不想埋的 太兜了 这一天天 谢谢帮你 你还有一盒 这东西空了 要偏累 咬不了了 咬不动啊 我老师假牙不好咬 哎呀 可乐也吃上了 我扒一块再扒一块 再扒一块 再扒一块 这麻花真大啊 这麻花真大啊 这里面还有料呢 你看看 我老师一个麻花都吃不完 撒分子吃 你看那里的全是料 这边就油打牙了 要掉 吃大哈巴的 拿吧 来尝一尝 太好吃了 你看这里边全是料 好吃的 好吃 我老遇到困难了 好吃 咬不了 更酥 像我们这边吃麻花都是杂的 然后软软的 你看人家那边是特别酥的 外边酥里面会比外面 稍稍软一点 我以前吃的那种是 小麻花 我也以为打开里头是那种小个儿 你们想到这么大一个了 因为说是天津特色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麻花 阿诚以前在天津打工嘛 他回来就跟我们带那个小麻花 这小的那种 那你猜我一想到天津 我想到的是啥 包子 哎呀 这老说谁 可乐呗 咬大成 他头里咬 我给他摆一个 嗯 媳妇味的不一样 香 嗯 对啊 哈哈哈哈 爸喇麻花把我揍饱了 咋子 老师这盒给你放那盒啊 撒了一盒了 嗯 大伙一分就没了 妈来 要我说啊 大成的最会来事呢 真是吃椰子了 谢谢 嗯 跟我姐喝一个 有福同享有难同的 没有 我只有有福同享有难我不当 哈哈 太现实了 老长时间没喝这个太气了 你是不是被你姐跟你弟一气了 哈哈 咋没跟她们走呢 他们家不带我 哎 你这啥情况啊 咋的麻花没吃够啊 不是我没钱啊 不是我买的 高兴的 高兴的 高兴老家 然后我们去手机买的 嗯 是不是那个高兴的 嗯 不是那啥子 张家哪有卖这玩意的 啊 我 老板 给一道呗 扫一道呗